那么我们刚才认识了写作 那么什么是GRE写作呢 那么我们现在回答第二个问题 What is GRE analytical writing? 好 我们首先呢看见这里有一长段话 这段话是我从Official Guide OG里面摘抄出来的 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 The analytical writing section tests your critical thinking and analytical writing skills It assesses your ability to articulate and support complex ideas construct and evaluate arguments and sustain a focused and coherent discussion It does not assess specific content knowledge 大家看这是一段非常简单明了的话 可能很多同学在看OG的时候就把它略过了 但是我告诉大家我们看OG的目的真的不是在于做OG上的题目哦 我们看OG的目的是去了解它怎么样去描述每一个section的东西 怎么样去描述每一个section的criteria 就是评分标准 这才是我们看OG的主要目的 这里是一个小tips 希望大家能够在笔记本上写下来 有助于帮助大家去复习 那么我们来仔细研究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经用红色标注出了非常重要的部分 你看test your critical thinking critical thinking是什么 批判性思维 什么叫批判性思维 我们中国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强调 从中学开始要培养孩子的这个批判性思维 其实就是正想反想 敢于问问题 对于一句话来讲 我们一定要去从多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其实这简单的来说就是批判性思维 其实是一个比说好培养也好培养 说难培养也难培养的东西 但是大家的话既然是要做研究生的话 这个东西一定要放在心里 对你们做研究也是很有帮助的 然后analytical writing 这个之后我们再细说 就分析性写作 我们写作呢已经不再是单纯的 narrative 叙述 storytelling 讲故事 description 对吧 describe 去描述东西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分析 analysis 然后呢 它考察的是你的哪些能力呢 我们看到了 articulate and support complex ideas articulate 把话说明白 讲明白 support 去支持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complex ideas 非常复杂的概念 非常复杂的想法 也就是说 它希望 gre写作 希望你首先想法 最好是有点深度的 复杂一点的 然后希望你能通过一些手段 一些方法去 把这个想法说明白 还要把它说的一丝不漏 自圆其说 construct and evaluate arguments 大家可以看到construct construct是什么东西 去建设 对吧 去搭建这么一个观点 还要什么evaluate 去评估一个观点 对 我们在给出自己观点之后呢 我们不是简简单单的说 这个观点给出来就完了 我们还要去正面反面的去评测它 去想这个观点有哪些地方 诶 它是值得我们去 鼓励 值得我们去支持的 有哪些地方呢 又可能会被别人去反驳和批判的 所以这就叫做evaluate 那么最后是什么 sustained focus and coherent discussion 你看大家看见没有 我们的这个关键的形容词 focus focus and coherent 什么叫focus 就是有重心的 对吧 discution 然后呢 coherent 什么叫coherent 大家知道coherence 是什么吧 就是united 这么一个discution 要希望我们的这个讨论呢 变得非常的全文上下是一致的 而且还是要非常有重点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gre的考察是非常综合的 它既考察了你的分析能力 批判性思维 还考察了你非常严谨的逻辑论证能力 但是它弱化了什么呢 does not assess specific content knowledge 它弱化了你对于基本学科和一些基本东西的这些知识 因为我们知道gre写作 托付写作之类的都涵盖了大量的这个知识范围 比如说gre写作我们可以碰到education 对吧 我们还可能会碰到society 还可能会碰到这个比如说technology 各行各业的东西 它不要求你对这些东西都很精通 它不是一个纯学术的这个研究报告 但是它要求你能够就是对这个领域有一定的小小的了解 然后能把你的想法说出来说明白这就ok了 但是大家看见没有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说你要用多难的词 多浮华的语言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语言在gre中它的作用它有 它有比较重要的作用 但是还是相对弱化的 大家一定要把重心放在critical thinking analytical writing 还有底下这些红色的部分 ok 那怎么考呢 其实我觉得很多同学可能已经相对了解 但是咱们再强调一遍啊 几个数字 two parts issue 还有argument 每个parts30分钟 30分钟 时间很紧迫 我本人考过一次gre 那么我考试的时候呢 我觉得对于我来说时间也是有点小紧 对当时也是敲了半天 而且大家要注意啊 它的系统它是没有自动纠错功能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在自己练习准备gre写作的时候呢 最好关掉你的自动纠错功能 然后呢进行定时也定时练习 这样的话能帮助你在短时间内更好的去把握一下gre的考试 那么official pool official pool是什么呢 是大家可能准备考试都知道我们在gre写作中都有这个官方题库 对issue writing有一个对argument writing也有一个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考试题目 然后呢大家可以去浏览一遍 题目很多啊我觉得大家可能没有时间去把它一道一道都解了 那么在我们的课程中呢 我会呢带大家去分析一些高频题目 但是我觉得大家在课后呢 可以稍微的去再看一下这些所有的题目 因为你们很可能会在考试中碰到 那么e rate就是一个六分的这个自动打分标准哈 123456那么在gre写作中我知道很多同学其实想追求的是一个 四分然后有一些很好同学可能想追求五分 5.5虽然说对中国学生来讲很难的 但是呢还是可以达到的 那么我希望大家呢就是我们先争取先从3.5到4分开始 再一步一步往上涨 最后我我根据我个人的了解的话 最安全的分数是3.5到4分 因为怎么说呢 很多美国的名牌大学它对学生的要求呢 不会低于3.5分 对所以希望大家还是先笨诗 好 issue writing主要考的是什么呢 那么我呢还是把这个facial guide给大家放在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看一下 the issue task presents an opinion on an issue of general interest followed by specific instructions on how to respond to that issue you are required 你们要做什么呢 evaluate the issue consider its complexities and develop an argument with reasons and examples to support your ideas your views 大家可以看到又有几个非常明确的动词 evaluate the issue 去评估这么样的一个东西 consider the complexities and development argument 去考虑这个issue里面所涵盖的复杂性 从它多角度去评估这个issue 然后呢还要去写这样一个argument 这个argument要包括理由 还要包括例子 去证明你的观点 去支持你的观点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issue writing主要考察的是 你分析issue的能力 然后评估issue的能力 还有就是发展论点 组织论点的能力 它还是一个主要是 以议论为核心考察点的东西 argument what is argument? so the argument task task requires you to evaluate a given argument according to specific instructions you will need to consider the logical soundness of the argument rather than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position it presents 大家可以看到这句话中 就可以明显的感觉到 我们的论点就变了 考点是什么呢? 要consider the logical soundness of the argument 我们要考察的是 logical soundness 什么叫logical soundness 就是说它这个argument 会给一长段话 比如说一长段的资料 可能是一个学校 发的一个声明啊 也可能是一个新闻稿啊 之类的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逻辑漏洞 写的并不是非常的solid 不是非常的convincing 那么需要我们大家 从里面去找出这些逻辑谬误 然后呢去明白 这些逻辑谬误 是为什么会weaken 它这个whole argument 然后去让我们想办法 去批驳这些逻辑谬误 那么所以我们知道 argument它主要考察的就是 我们有没有逻辑思维 能不能够找到逻辑错误 知不知道有哪些逻辑错误 知不知道文章 应该怎样变得逻辑严密 所以还是很强调逻辑的 那么通过刚才我们分析 argument和issue writing的 两大考点 两个考核标准 我们发现其实逻辑 logic and thoughts放在第一位 所以请大家再告诉自己一遍 我们学GRE写作 最重要的是什么 logic thoughts idea 好 那么GRE写作的特点是什么呢 时间仅任无重 30分钟 对吧 30分钟你要写一篇文章 一般来讲呢 我本人也看过一些 比如说考试机构 给大家说的这个 所谓的长度 他们都觉得 我最起码得写个500词 对吧 500词 30分钟 500词 还是英文的 说实话还是有点难度 虽然我并不认为 这个长度和分数 有直接关系 但是呢 我觉得大家也不可能写的太短 最起码也应该是在 450到550之间 这个长度 所以说 这个时间还是一个挺 挺挺要命的事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平时的时候 注意一下 要定时练习哦 那么最后还是什么 重逻辑 重论证 刚才我们分析了这么多考点 我们发现逻辑考察 实在是 GRE的首要啊 所以说像大家能够在平时学习的时候 哪怕在生活中 我们看一些东西 读一些英文文 英文文学作品啊 英文的报纸啊 或者哪怕读一些中文的东西的时候 都能带着一个批判的思维 从一个批判思维的角度 从一个逻辑的这个角度 去看待这些东西 慢慢的就能够 把你的这个思维培养起来 思维培养起来之后 语言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好 那么在GRE写作中呢 我们中国同学啊 容易遇上很多的问题 包括我个人呢 曾经也遇上过很多问题 那么大概呢 我用四字词语把它概括出来 就是这些 审题实误 滥用大词 材料堆砌 生搬硬套 冗长啰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会觉得有点空 那么我们来稍微的 take a look at them 审题实误 什么样的审题实误呢 我们知道在GRE写作中呢 他都会给出 先给出一个题 比如说issue writing 他会先给出一句话 然后就给你一个instruction 上面会告诉你要写什么 怎么写 很多同学呢 特别着急 写作的时候 哎呀太着急了 心里慌啊 他就不看那些instruction 不看instruction最后会造成什么问题 要么写东西写多了 要么写少了 要么写漏点了 要么写跑了 这就是审题问题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题它放在那里是有它的作用的 一定要哪个字都看 每一点都看到 这样的话才能避免这个问题 那之后呢 我会在咱们第二节课 还有第三节课 还有我们的平时的这个 高频题目分析中 带大家去看 哎怎么样去把这个题目 做到有效的这个去审题 做到审题意思不漏 滥用大词 我刚才在之前给大家讲了很多了 滥用大词是个什么问题 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很严重的问题啊 我们很多同学背了好多GRE词汇 我知道这个咱们有这个 很多的GRE考试书 比如说红宝书 比如说3000之类的 大家背的特别的好 背了好多遍 有的同学甚至于背了50遍 是挺恐怖的 那么背完了之后 大家觉得挺亏的 如果不用 所以大家就使劲的往上堆 觉得用了之后 觉得自己档次很高 非常的牛 但是实际上用都是错的 因为大家背单词的时候啊 主要是为了认识 忽略了它的用法 所以说在你们不知道用法的时候 把这些词 胡乱的堆砌到你的文字中 堆砌到你的句子里 实际上它是非常的不合规范的 而且也是不合语境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问题就非常的明显了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在背词的时候呢 也关注一下用法 或者你不知道这个词的用法的时候 就不要瞎用 其实有很多时候 越平时的语言 所传达出来的东西是越有力的 大家看美国的著名作家 马克图温 以什么著称 以他平时 plain language著称 但是他的文章仍然非常的有力 非常的风趣幽默 非常的流芳百事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我们用词要少用 那种偏词难词 要用自己能用的有把握的 那么材料堆砌 这个其实在大家高考的时候 还有很多这个初中生啊 哪怕写中文作文 都会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在论证的时候 大家喜欢用大量的论据 因为也是为了凑字数 我也理解 那么其实在你堆叠很多论据的时候 反而是削弱你的论点 因为你光讲了例子 你没有讲为什么你要用这些例子 所以说其实会让考官觉得 你只是在背书 只是在摸东西 在用模板 他不会觉得你懂什么叫做论证 所以这个东西 我觉得大家也是要去规避的 我们在之后的分析论 分析这个例题和分析例文中 我希望能够带大家更好的明白 怎么样去论证 那么升班硬套 这是一个咱们学生普遍的问题 无论托福 雅思 GRE 还是SAT之类 各大英语考试 都出现的问题就是模板 模板有没有用呢 同志们 模板 我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有用的 对于基础非常薄弱的同学来讲 有一个模板就有一个参照 包括我本人在美国写论文的时候 我的老师都会在每次我们发论文作业之前 都会给一个叫reference frame 对吧 就会给你一个所谓的范文 或者什么东西让你去学一下 那么很多同学是什么问题 他拿了他就照着抄 他可能把内容全都给扔了 把那个框留在那儿 然后把自己的内容填进去 最后很死板 为什么呢 那框架还是别人的 只是你把自己的一些 比如说一些话改了改放进去 很生硬 而且呢 考官呢 老师呢 看了很多遍 都是一样的东西 自然不会给你高分 尤其是gre写作 现在出现一个什么问题 就是大家特别怕学生用模板 所以一旦看见你的这个东西 重复了很多次 他甚至是可以给你一分两分的 所以这个时候你真的是 就是想哭都没有地方哭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还有一些同学呢 他也看了很多范文 看了很多模板 他用的很巧 他没有让别人看出来 他用过 为什么呢 这些同学他吃透了 这些范文的真谛 他知道这个范文的论证 应该怎么样去层层论证 所以说他是用范文的思想 范文的这个所谓的灵魂 然后加入自己的思想 把它变成自己的东西了 所以这样的话 其实做出来的文章 就非常的生动 非常的好 也非常的新颖 也不会像是 生搬硬套过来的东西 所以我对大家的要求是什么呢 模板我们可以看 没有问题 如果大家觉得 对自己英语不够自信 对这个写作也不够自信 想看看模板OK 但是请不要抄 不要照搬着用 我们看论 看范文 看模板 我们是为了学它的 一个论证方法 模板这个东西啊 放在那里就OK了 学完它的方法 再去把用自己的话 去把自己的文章阐述出来 这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 最后冗长啰嗦 我刚才说了 我们有很多的教育考试机构 都在跟同学强调什么呀 说写的长一点 容易得分高 在突幅写作中 我也见过一些同学 可能跟我说 我这个字数永远都达不到标准 我可能要写长一点 我可能才能达到25分 26分 但是呢 写的长真的不代表得分高 昨天呢 我跟我的一个朋友聊天 他跟我说 我考三次GRE 我第一次GRE 我打了700词 我觉得我可厉害了 结果出来2.5分 我第二次GRE 我打了350词 结果出来 我考了三分 你看没有 同志们 我们这个单词啊 真的不是说写的越多越好 句子写的越多越好 一般来讲都是 我们写的 把思想传达出来了 把内容表达出来了 写的恰到好处才好 不要故意去堆叠一些材料 把自己的文字写得特别的长 其实有的时候 并没有办法达到你的目的 感谢观看